欢迎取语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琳谦 林秉书不只跟政治人物接触 其实他也会跟网红认识 网红四叉猫就曝光他跟林秉书的对话 他就会称赞说 我好可爱哦 那个看起来就是 他说很喜欢我写的文章 言谈之间就是会夸张 我说什么冰雪聪明啊 会说我很有那个洞察力 就是这样没聊 连网红四叉猫都说 林秉书让人很难不晕船 他会说我还是单身吗 要不要帮我介绍男朋友 他说他很想帮我介绍男朋友 可是他觉得他认识的男人都不好 没有配得上我的 你不要再问这个 不只会讲话 而且会技巧性赞美 也就是年轻人说的 真的很会聊 剪头发很好看很适合 算是观察入围 投其所好 小细节都能观察入围 四叉猫跟林秉书吃了四次饭 每一次林秉书都积极下功夫 甚至知道四叉猫爱吃草莓 林秉书就买了两盒日本草莓寄过去 而这两盒要价1980 无意间提到说自己是国安会的人 然后就有时候会讲说 他跟一些人有人脉 他会讲话中 然后就特别讲 然后提到某件事 然后其实讲到一半就讲说 这件事我们国安会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弄 林秉书交友很有一套 不只会请吃饭 还会主动说要帮忙很多事情 不只接触政治人物 网路迷人意见领袖 也都在他的目标范围 他驾到 官长陈志涵林秉书也接触过 据了解林秉书透过人脉拉人脉方式 无意间透露自己人脉广取信于人 林秉书事件也凸显出 甜言蜜语听听就好 TVB新闻里面会刘彩薇台北报道 林秉书争议事件在天一庄 他母亲告别式的桑赠花蓝名单曝光 都是政商大咖 不过现在传出有些企业惊讶 自己根本没有送花 怎么会被挂名 翻看林秉书妈妈告别式 花蓝名单将近百人有送花之意 但现在问题来了 传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送花 放言望去是另类的众星云集 从司法教育政商媒体界都有 只是看似满满人脉 有多少是真的认识的 翻开司法界名单 从司法院院长到各级法官们都有送 不过林秉书姐姐是法官 因此情有可原 另外教育卷名单有中研院院士 国立大学教授 以及多位国中小学校长 但毕竟林秉书父亲是退休校长 母亲是老师 所以说也不意外 但政商媒体界名单就被说猫腻不少 有部分上市企业怒哄 根本没人来询问 更质疑 桑赠名单格式有误 确实文化界很傻眼 据起林秉书是拿着赠花名单 给利益公司安排 花烂费用则是向三家勤款 利益公司是不会特别打电话 向赠花人求证 至于林秉书最常混的政界 赶行程不愿停下来回答 有民进党立委说是因为同选区 或者跟他父亲有交集才送花 但有人证实是林秉书自己来要的 强调只有一面之缘 但确实政治人物有时很难回绝 或许是看准这情面上的漏洞 在母亲告别室上演真花假送 另外林秉书案的维基百科资料 日前遭篡改IP位置 跟来自交通部公路总局 遭失疑是政府及网军介入 公路总局周日回应说 初步发现有跟本案无设的 危机网页游览记录 但无法确认有没有修改行为 林秉书事件持续扯出案外案 另外林秉书的事件 也让绿营网军争议持续延消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向 行政院长苏贞昌开展 现在我们三位台上的市长 是不是最有可能竞选 2024个总统呢 柯文哲 侯友宜 郑文燦 蓝绿白三巨头合体 逃不了的题目 直接柯文哲皱眉 侯倦眉表情 看来已经被问到淡定 只是三人合体 柯文哲也抢在IG搭食室 说是三个网军受害者 我跟你讲 查那个林秉书 丈夫里面的经流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怎么查 但是非常清楚 他们不会查 他们查不下去 讲到网军又有气 柯文哲除了发起 一人一信寄到行政院 他已经签名 还在脸书上三问苏贞昌 谁在同胞里制造敌人 言论自由民主行动 我们都保护尊重 但是违法的行为不容许 都会严查严办 苏贵一贯的答案 只是就连自家人 郑文哲也喊是网军受害者 那要不要跟进一人一信 如果有这种网路的暗黑势力 这个踩了法律 或者是这个道德的底线 那不只是应该受到谴责 那这个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其实政府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有时候解联还是要细联人 说到网军政坛难得同仇敌忾 但最终查不查也得剪掉 说了算 TVB的学务困理最恒台北报道 持续来关注高嘉瑜前男友林秉书 脸书曾播出了多张 跟绿营政治人物合照的照片 可是世报事件私情发生之后 绿营内大家又多说跟他不熟 但周刊最新爆出的一张照片 是聚餐照 里头就包含了民进党立委范云 郭国文以及钟嘉宾 甚至民众党立委邱成远也在内 我自己觉得蛮奇怪的 怎么会突然留出这样的照片 什么照片让民众党立委邱成远 也被扫到林秉书的榴弹 周刊在报一张林秉书 和立委们聚餐的照片 里头林秉书坐在正中间C位 画面左手边是民进党立委范云 还有郭国文 右手边是民进党立委钟嘉宾 还有民众党立委邱成远 五人能够一起这样聊天吃饭 真的和林秉书不熟吗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也没有 对这个人没有印象 我是受到钟嘉宾委员的邀请 邱委员是我邀请他来 跟范委员一起吃饭 在席间呢 有听到郭委员提到说 他有这样一个人要过来 可能就在附近 因此呢他进来了 那就跟他聊了几句拍个照 其实也不太印象他是谁 确实照片拍摄时间 是2020立委选举完后 钟嘉宾跟范云都说 是郭国文邀的 那他应该是中厂才来的 那是别的立委邀他来的 应该就是那个郭委员 他应该自己有讲到嘛 那林秉书因为之前有提过说 他欣赏范云嘛 因为你刚刚跟范云吃饭 他打电话让我说 那你要不要一直吃饭 他就跑过来了 是这样子 是所以你跟林秉书熟的程度 大概到哪 这个很难比喻 你就是认识嘛 跟林秉书到底多熟 郭国文也讲不出来 但能确定范云就是在这一场 认识林秉书才会有后续 范云跟他的这张照片 而高嘉宇的19秒逼破片 也有画面曝光 现在就是那个司法侦查中 我们就交给这个 法院去调查这样子 好不好谢谢 不再多说 但现在人不断有新东西曝光 这事情还是一直延烧 TVB的新闻 留一句谈一论太拨打 只是现在传出林秉书银行 2300多万的存款 是批图批出来的 其实只有300多万 相信由这边记者谈一论 欧打民进党立委高嘉宇 他前任男友林秉书 现在仍然遭到积压境界 不过之前在网上流传一张 他的ATM零款的收据 底下的余额 居然高达2300多万元 真的让大家吓傻了 因为他43岁是一位 无业的博士生 怎么会这么有钱呢 本来是说 有没有可能是父母留给他的 但是现在周刊最新说 他有一位K姓的密友间秘书 出来爆料说 其实那一张是11月份的 这个零款收据 但在同年度的9月28号 他的账户明明只显示 377万 所以他说林秉书都是假啦 根本就是批图的 但也有另外一方说法 觉得不太单纯 从9月份到11月份 短短这一段期间 他的账户确实有可能暴增 一千多万也就是将近两千万 有没有可能是涉嫌洗钱呢 这罪名确实非常大 但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也是林秉书 有买一书品173万的支票 但现在店家也跳出来 反复都没有这笔交易 到底林秉书怎么样神鬼交锋 这位K姓的密友间秘书 说他都是为了彰显身价 用假单据来存手机 为了证明有现金的动用 那林秉书其实是连信用卡 都没有的人 饭店的房费才都要找人代付 所以看得出来林秉书 他现在被起底 但是越来越扑朔迷离 林秉书的手法 让大家看到了所谓的人脉诈骗 还要再请一轮告诉我们 林秉书确实在绿营的政界 不少人都认识他 而且第一眼看到他 觉得就是高富帅 甚至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会理财的年轻人 那他脸书上也可以看到 放了非常多政商的合照 随便来一张 看是副总统赖清德 或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甚至是馆长还有范云 通通都有过去的照片 那当然这一次 他殴打高家瑜的事件 也意外牵扯 他背后的政商交友人脉 而且跟绿营的交往颇深 但现在大家就说了 真的是不要相信 脸书上的一些照片 ICU重症医师陈志金 就觉得说很多人在脸书上 会放上跟名人的合照 或是高官们的祝福匾额 但这些是有没有问题 但是根本算不上朋友 因为很多人脸书加了 就觉得是朋友 但平时根本没有见过面 所以网友就留言 说其实有自信 或是有实力的人 根本不是要靠别人的知名度 来彰显自己 那确实如果观众朋友 有在脸书上遇到 类似跟你留言 或是希望能够套你一些资讯的人 或许就要特别留意了 对高嘉瑜事报的林秉书 被静周刊提报 他手机记录着 如何打进富可敌国的 X贵妇生活圈 老人还传讯息聊 E每个股票投资 甚至进X贵妇家中 见到了贵妇的老公C董 另外高嘉瑜的前男友 马文玉还透露更多事情 张忠谋夫人张淑芬 曾在镜头前展示个人作品 爱幻画的她学画15年 去年还首都在台南办个展 张忠谋参观爱奇画展 副总长赖清德 和台南市长黄伟哲都出席 但高嘉瑜前男友马文玉 先前在电访中透露 林秉书曾借由某次画展 接近张淑芬 马文玉说 张淑芬当时告诉现场有人 你这个小兄弟不错 非常有知识懂很多 但对方一听 发现林秉书用话术 跟他们说是对方介绍来的 除了想办法认识张淑芬 也有周刊爆料 经检警清查发现 林秉书手机有资料夹 记录如何打进富可敌国的 X贵妇生活圈 他先从脸书结识画家 去年5月首见X贵妇 传讯息要对方抽空 帮他提笔回号 两人认识后 常互动传简讯 林秉书把对话传给朋友炫耀 说他们分享医美 也谈股票投资 林秉书说他拨断操作万海 从81块涨到191 两人关系还不止这样 林秉书自称他有到X贵妇家 X贵妇老公C董 当天刻意打给政坛人士 展现人脉 X贵妇还要林秉书去打听 台湾代工莫德纳疫苗的消息 对此诚实中说 台湾代工疫苗没成功 没印象是什么时候 跟林秉书合照 但林秉书到处与政商人士搭上线 神轨交锋 拉抬自己身架 GP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 其他的新闻还要来关注 除了疫情之外 地球最近相当的不平静 除了台湾跟日本地震平平之外 印尼爪卧岛上周末火山爆发 到现在还有20多人下落不明 而这次喷发规模相当大 很多人被火山碎屑流 烧伤甚至烫死 而印度神童阿南德日前又警告 从12月到明年的4月 还要特别注意暴雨酿成的洪灾 眼前冒出一整团火山灰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漫天烟城几乎把印尼爪哇岛给吞没 看到火山灰倾泻而下 民众拔腿狂奔逃难 爪哇岛最高峰的塞梅鲁火山上周六喷发 烟城冲上15000公尺高空 比飞机还要高 天空被遮蔽的情况下 当地陷入黑暗 宛如世界末日 回想喷发瞬间还心有余悸 有好几个村庄被火山灰掩埋灭顶 尽管当地居民早就习惯这座活跃的火火山 但超乎预期的喷发规模和强度 还是造成死伤 事后军警徒手挖泥墙 抢救受困者 但搜救任务因为火山周一再度喷发 加上强风豪雨而被迫中断 目前至少22人罹难超过50人受伤 20多人依旧下落不明 只是塞梅鲁火山观测所警告 喷发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 尤其当地还一度发生两起 规模5以上的地震 根据CNN图表 火火山第二多的就是日本 拥有108座 尤其第一高山富士山在上周五一夜连三镇 镇央都位在富士五湖 日本网友担忧 是不是沉睡300年的富士山要爆发了 会紧张不是没原因 还记得9月在西班牙的拉帕尔马岛 老风火山 喷发前也发生一系列地震 最大规模3.8 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全副武装 将拿仪器采集熔岩分析 事实上全球科学家都来到岛上 从小到颗粒大到西瓜的熔岩炸弹 开始采集 测量熔岩温度 也要收集火山灰样本 包括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 理事会的科学家在内 大家运用鹰眼无人机 还有高精度光谱仪 在卫星的帮助下 分析火山气体飘散 以及熔岩流的范围方向 整座拉帕尔马岛 变成大型火山实验室 曾预言全球12月第二周会有很大波动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没想到台湾日本真的接二连三地震 爪哇海火山爆发 近期他预测的七大事件中有三个已经验证 他又揭露明年四月前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洪灾 本来全球就面临极端气候威胁 再加上地震天灾频传 不论阿南德预言是否成真 人们都应该谨慎应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不过国防外交政策岸田并没有提到台湾 倒是提到日本必须正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威胁 面对大陆军事扩张 日本不仅跟美国频频进行联合军演 陆上自卫队还独自在北海道盛大军演 不过对于美国宣布要以外交抵制 北京冬季奥运 日本则持暴了态度 泥地中坦克车炮弹连发 日本自卫队6号罕见向媒体公开 实弹演习的画面地点就在北海道 一连九天的军演共有1300人参加 不过这场演习被解读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 因为几天前俄罗斯也有挑衅动作 俄罗斯国防部上礼拜曝光 将冷保暗机反舰系统部署 在千岛群岛中部的松伦岛 以彰显在争议岛屿的立场 对日本而言中俄俨然成了最大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在施政演说中强调要强化国防 近期美日联合军演一波接一波密集度堪称史上最高 美日两国从4号起举行所谓坚决之龙21联合演习 除了还在进行的坚决之龙21联合军演 美日还同步进行山鹰联合演习 用电脑兵推方式模拟战术 而上个月美日两国才刚举行过两期夺岛演习 以及五国海上军演 面对美日军事动作频频大陆专家这样解读 事实上美日两国还将于明年1月再度举行2加2会谈 美方确定出席的有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而日本则有外向林芳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 双方预计将就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重要共识 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 这几天持续在大陆媒体发酵 如果说他当首相的时候还不能太肆无忌惮的胡说八道 那么现在不当首相了要影响日本正常的发展趋势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敢胡说八道了 但相比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相对保守 施政演说中最后没提台湾 但强调了遭遇中俄威胁 岸田说将用一年的时间制定新的国家战略 对于北韩他也愿意和金正恩会面 但接下来岸田恐怕要先烦恼这件事 因为美国开出第一枪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不过岸田暂时没有打算跟 只说日本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判断 大陆方面则是很酸 我们又没邀美国 目前除了美国只有纽西兰表态 因为疫情不会派官员出席冬奥 其余包含日本加拿大和英国都说还要考虑考虑 美中大国的竞争让这场冬季奥运还没登场 旧嫌嫖正直位 目前全球已经超过50个国家有Omicron病例 上周才恢复国际旅客的入境的匪迹 也在今天证实发现首例 新变种的超强传播力 让美国英国再紧缩入境限制 免疫学家提醒 虽然初步观察 Omicron患者大多是轻症 可是只要有人感染 就代表病毒一直在变种 把从南非路径的旅客 通通关在冰天雪地里的隔离检疫所 俄罗斯终究挡不住Omicron变种病毒 确认Omicron突破了边境防线 累计6到7号之间 又多了俄罗斯 克罗埃西亚 阿根廷 亚洲的泰国 尼泊尔都失守 累积到现在Omicron入侵了至少50个国家 就连6天前才刚恢复迎接国际旅客的匪计 都在机场拦截到第一例Omicron 各国难逃变种病毒后关 只能在防疫基本功 疫苗方面再加强 纽约市就开了美国第一枪 10月的时候 纽约已经对公务员祭出了疫苗强制令 现在则是强制近2万间的民间企业 所有员工接种 简单来说 只要你是在纽约市工作的人 就非打疫苗不可 强制令27号生效 同时美国在边境把关更严格 英国也同步做出调整 不顾非洲国家抗疫 英国的旅游禁令再加一国 另外也规定搭机前的阴性证明 从之前的三天内改为两天之内 会更严格就是因为英国的Omicron 已经有社区感染 病例共336例 夜旦前疫情变数还很多 法国宣布全国夜店关闭四个礼拜 中小学的口罩令延长 之前自己也确诊的法国总理 强调现在还不会封城 但是警告法国已经进入了 第五波的疫情高峰 就当各国还在庆幸 Omicron都以轻症居多时 免疫学家也提醒 这不一定是好事 以南非为例 过去24小时内的 Omicron确诊率已经上升到了 百分之二十六点四 两个礼拜前 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二点三 确诊率和染疫者暴增 就代表着Omicron 还多出了数千万次的变异机会 这样的观点和研发出AC疫苗的疫苗酵母 沙拉吉尔伯特 卢出一彻 AZ疫苗教母警告 下一次疾病大流行可能会更糟 尤其现在Omicron的极蛋白确定突变为更容易传播的 各国要在下一个变种病毒出现前 赶紧补防疫破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Omicron病例正式攻进首尔首都圈 今天新增了12例确诊 当中有三例是首尔三大名校留学生 他们都是参加人川教会聚会感染 另外还有一位餐厅老板娘跟确诊者接触不到一分钟 全程都戴口罩 还是感染确诊 南韩民众排队做检测 这是因为Omicron变种不止攻破 首尔连校园都沦陷 今天上午韩国防疫部门表示 韩国外国语大学首尔大学等三所高校 分别出现一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感染者 三名染疫的留学生正式去过爆出群聚感染的人 川教会礼拜 回顾南韩这波变种危机 最先有一对从奈及利亚返国的牧师夫妇引爆 两人先感染给接送的朋友 朋友又感染给妻子和岳母 由于妻子岳母曾去过400多人的教会活动 导致群聚感染爆发 更可怕的是这对母女曾去过一间餐厅 现在连老板娘都确诊 过程中她只在送餐和结账短暂接触一分钟 并全程戴口罩 怎么染疫引发讨论 除了南韩 尼泊尼泊尔现在也首度验出两例的Omicron变种 确诊男子11月才从高风险国家入境 还传给朋友 而在南非确诊率虽然飙升到24% 但症状似乎都不重 相关消息也激励美股反弹 周一收盘大涨646点 航空及旅游类股同步上升 不过世卫组织提醒 目前很多判断还言之过早 像南韩的教会群聚中很多人没打疫苗 担心变种扩散全国只是早晚的问题 提供给您最线消息 对抗Omicron新变种传出的好消息 是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表示说 根据他们初期实验结果 他们所研发的新冠肺炎单周抗体药物 可以对抗Omicron的所有突变 同时对于其他病毒变种也都有效 那么GSK的药物目前已经取得了 美国FDA的紧急授权 这是来自外电的一个最新消息 而继续还要来看的是 Omicron虽然目前还没有进到台湾 还是要加强防疫 那么为了不让本土疫情再度爆发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第三剂新冠疫苗 预计2022年初要开打 问题是加强针到底要怎么选择 怎么搭配呢 引发讨论 面对Omicron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 先进国家早已开始施打疫苗的追加剂 也就是第三剂疫苗 根据国际最新统计数据 全球已经施打了约2亿6500万剂的追加疫苗 2021年12月2号起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开放追加 莫德纳第三剂注射 优先施打对象为第一至第三类对象 即因公务需要出国者 任何品牌第二剂注射时间 距今五个月者皆可接种 由于台湾施打两剂AZ疫苗的最多将近680万人 且由于施打时间最早 因此身体内抗体的浓度可能都已经下降 而且降低保护力 因此指挥中心建议这些人 优先最佳半剂的莫德纳疫苗 国内外的混打研究 证明两剂的AZ之后 无论是加上一剂或是半剂的莫德纳 都可以刺激身体产生很高的抗体 打一剂可以提高约32倍 打两剂的半剂也可以有17倍高 两者也都有增加体内T细胞的一个数量 因此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目前都是追加半剂的莫德纳为主 莫德纳第三剂打半剂 专家指出考量减少副作用发生几率 另外打半剂能在最短时间内 让现有的莫德纳疫苗 能给更多人施打 快速提高打三剂覆盖率 最特别是高风险族群 及第一线医护人员 才能及时因应Omicron病毒威胁 北荣副院长侯明志前两剂接种AZ 第三剂打半剂0.25cc莫德纳 呼吁各医疗院所第一线医护人员赶紧接种 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还是要打 因为一波一波的变异的 到底是说我们的现在打的疫苗 能不能完全来保护新的这一批的话 我想这一些大家都是要去谨慎 但是我认为你只要打过 应该是多少都可以提供免疫力 尤其对于在未来的Omicron的话 这一波虽然是说还没有进到国内 但是它的影响力有多大的话要观察 像农种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第一批次就打 所以我们都是打AZ 后来当然MIA不管是相关的研究 它的效率会保护比较高一点 台湾施打二剂AZ疫苗的人最多将近680万人 施打时间最早 因此身体内抗体浓度可能都已经下降 因此指挥中心建议优先追加半剂的莫德纳疫苗 浓度上面其实MRNA 莫德纳的浓度本身已经比BNT还要高10倍 所以它浓度是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莫德纳对第三剂的 对第三剂而言其实我觉得打半剂应该是够的 当然大家一直很担心说MRNA疫苗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在在浓室之后其实这个美国CDC他有特别来做这个建议 其实打在这个所谓莫德纳打一半剂量就可以了 第三剂疫苗开打指挥中心让民众自行选择 也可混打施打2剂AZ的保护力低于2剂MRNA疫苗 因此建议AZ族群第三剂可以改打其他品牌疫苗 积极接种提高保护力 TVBS新闻林雅南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